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继续给大家带来韩服预选赛,第二天的比赛,这边RNR对阵top 这把屠夫的压力就很小了,选了一手黄一 他因为上一把他们的队友是完成了一个四跑 当然这四跑也是屠夫最后那一个传送给了一个机会 本来的话,说实话,想要四跑在有一刀斩的面前,红夫人面前还是比较难的 那来分析一下这套的阵容啊,他们这边选了一个前锋 前锋打黄一,因为黄一他是一个凭借着自己防守能力来进行一个优势累积的这样一个屠夫嘛 如果说你前锋前期盖了的好,让黄一挂不上人,把这个时间点脱够 而且前锋呢,他可以跟黄一避免一个直接的接触 就是我可以拉一个长球,把你撞晕了以后救人啊 这两个对于黄一来说其实都是比较头疼的 我们就看这一把黄一之主他的一个发挥 那球者这边确实要选手前锋也是,已经是被逼到绝路上面 他们这把要完成一个四跑,完成一个四跑 这套阵容得前期六的九,中期还得要靠前锋 然后最后可能还要靠一个搏命才有可能啊 要不然对吧,对面知道留一个的情况下 他基本上抓到一个人就死守了 我觉得这把黄一之主可以带个闪现,前期快速抓人 抓到人以后呢,赶紧挂上 然后就这个人刷刷刷刷刷 然后完成一个单杀之后 再来看这个游戏这局比赛就可以了 反正我先抓死一个 那么这局游戏稳了以后呢 后面该怎么玩就怎么玩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我觉得这把选黄一 不知道他会不会打其他屠夫 红夫人被搬带的情况下 这张地图 抓一个呢 什么屠夫比较好呢 蜘蛛杰克我觉得要比黄一好一点 因为黄一他是有可能会被6比较久的 但是蜘蛛杰克呢 你看到人以后 对吧 一个有蛛丝 一个有误刃 就留一个的可能性更高一点啊 就是风险嘛 比如说这把全者四跑 如果黄一可能有5%的话 如果选蜘蛛杰克 可能就只有2%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来我们看一下 这把看见了一个佣兵 选择换人 他这边是带了一手插眼 那可能就是韩服 他们这边的黄一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理解 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都是喜欢带插眼的 目前来看 从比赛的一个结果来看 这插眼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如果多看几次以后 可能可以慢慢的去理解他们的一个用意 因为目前确实我比较难想象 就是他这个插眼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为了这个放触手 好 这边是躲了一刀 那偏一个香水 香水拉开以后 由于这边有个交互点 打一刀往回跑 但是前面那边还有一块板子 还是可以跟你玩 这边再下一根触手 不好抓 不好抓 这个调香师 现在还有一瓶香水 你这里不是特别好抓 但是 基于这个赛制 现在还行 无所谓 反正我抓死你这调香师 你三瓶交水该交交 对吧 这个点卡住以后 这调香师就比较难受了 香水回去还是要吃一刀 吃完一刀以后 你翻出去 你拉该拉拉 对吧 你刚刚已经是 把你的香水全部交完了 剩下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了 死抓你 那我们看一下前锋这边有没有想法来干扰 目前来看好像前锋还没这个想法 这边兜兜转转想要躲触手 但是没躲掉 牵起来 没有耳鸣 挂上这一局 一旦在这种情况下挂上 我感觉就比较难了 穷者想要四跑就比较难了 不过前锋的电击是已经修掉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调香师差不多能够六够 六够大概三台机啊 三台机的样子 傭兵这边第一波救人 这波救人至关重要好吧 这波救人如果说吃个双岛 那就一点机会没有了 四跑的可能性约等于零 而且这里 这刀直接打在了 这调香师事实上那还行 这边傭兵抬个护壁走 然后过去休机 还有机会 四跑的可能性 由于调香师这边上挂 虽然说六了 还在正常局当中 感觉这个调香师六了还算比较久 但是这把毕竟是要四跑局的话 其实还是不太够的 还是不太够的 就要看前锋的一个发挥了 前锋这边好像没有过来 他们这个前锋 来了来了来了 这个位置 不太好撞 千奇来了你就不是那么好撞了 这边是直接选择撞救吗 撞救 外面两台机在修 这两台机的一个进度 有一台最多最多只修了一半 然后环境之主这边还有底牌 待会底牌随便留一个也行 前锋这波撞还是干扰的比较到位的 还是比较到位的 让这个调香师能够成功的从这个窗口 看一下有没有 刚想说他这根触手断了 这个调香师出去的一个念想 还有球还有一小段球 这边挂哪里 最后一点球不够回升一刀 好完了 前锋这几波干扰已经是够了 已经是够了 该做的他已经做了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他如果早一点来可能会更好 早一点来可能会更好 因为他早一点来 他这波是一个秒救 就是上挂直接救的那种 等于说为整个团队拖延的时间 他用球拖延的时间跟那个 在挂上面做的时间其实差不多的 所以说他这波如果说晚一点就 那么再拖延一倍的时间 电击可能就好了 虽然说最终因为环境之主这边有挽留 对吧他有底牌说不定 也不就很难能完成四跑 但是这样的话 至少就是开门战的时候 保证四人在场 有那么一线机会 万一屠夫给机会了 然后最后追一个咒术师吧 咒术师兜兜转转 交个三层窟 然后跑个地窖什么的 闪现一刀 完成一个平局 球者这边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想法了吧 毕竟两个薄命都已经交掉 而且这把也没有四跑的机会了 应该就选择放弃了 傭兵这边在摸箱子 看一下那边已经走了 傭兵这边应该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这支队伍呢 你说他的操作什么呢 其实都还行啊 Top这支队伍 就是他们的屠夫 应该是本次比赛最悲情的人物了 每次都会遇到一些比较尴尬的情况啊 或者说经常会被断掉大节奏 蛮惨的 心疼他一下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 看后面一场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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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